有的靠创意取胜 有的呢靠价格来吸引人 看到了金融海啸之后呢 地方上的农会信用部啊 几乎都快破产了 不能够再靠借钱出门来赚利息了 怎么赚钱呢 云林县农会呢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们自创了一个卫生纸的品牌 松哥五大非常的local 叫做阿农牌 那么光是一年呢 就狂销了六百多万 而且还有另外葵花油啊 花生人汤啊 都成为了农会的金鸡母 这就是阿农牌卫生纸 多么怂又有力的名字 但可别以为专者的名称很瞎 光靠这一包包的卫生纸 可是为云林县农会 赚进了大把钞票 一年狂销六百多万 成了金鸡母 不要小看这个卫生纸 我们去年的话卖了六百多万 业绩就对了 业绩六百多万 金融海啸之后 农会可不能再靠信用部借钱赚利息 要如何另辟商机呢 除了卫生纸之外 还有一罐罐的葵花油 以及被称为老幼头的花生人汤 农会转型之后 真可说是什么都想卖 不只产品名称购本土化 就连农会的干部 也得和民众搬甘情 这样子的生意 才能够做得长做得久 农会打造商机 创出了个阿农牌 又怂又有力的品牌 虽然卖不生纸 外表看起来比国际大厂稍微差了点 但低价的策略 为地方的农会创造事业的第二存 中天新闻将带警 云林报答